文娟 就很厉害的 正儿八经的找工作 正儿八经的打拼 能做到今天 这是你奋斗的结果 但是这就是两种 不同的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模式 两种不同的生活的圈子 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 就在于 抓住还是放手 抓住是是我爱你 但也是自私 你也承认你是自私 你上来你就说自己自私 一点也没有避讳 放手是无私 但也是爱 同样是爱 就看谁选择自私 谁选择无私 但是有一点 人生的选择自己做出的 用爱去绑架来的 人生选择 最后一定会破裂 你现在我知道 你的内心很挣扎 学会让自己继续往前走 而不是束缚住别人 让他留在原地陪着你 你会变得很好的 就这样 谢谢陆琪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觉得二位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彼此要的未来不同 好 谢谢陆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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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连朋友可能都没得做 所以不如顺其自然 谢谢 你总有一天是管不了它的 之前你的职场经历 你的人生阅历 是你所有站在它面前的资本 但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会消失殆尽 总有一天你会管不了它 它始终要奔着自己的方向而去 其实在上一期节目当中 同样有这样一对男女 女生是本科生 男生是个初中生 只是那个男生太不争气 其实你是争气的 你别一天到六身无主想不想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内心特别自卑 没有 觉得自己学历比它低 有吗 有就有 没有就有 有一点 但是我认为今时今日 你们是方向和对于生活的要求不一样 还真不是学历上的差别 如果要说学历上的差别 职场当中一样可以历练自己 一样可以以你现在的一个年纪 去考本科 一样没有问题 所以真的还是方向不同 不是学历的问题 也不是现在的生活境遇的问题 所以其实如果在生活当中 是彼此对于生活的要求 和那个点是不一样的 那彼此在一起会非常累 互相将就心有不甘 迁就对方自己又没能力 或者又不喜欢 那与其如此不如让对方 用自己最适合最舒服的方式生活着